以前牛仔骨都是做成黑椒袋烤着吃 最近在网上看到还有一种吃法 炖牛仔骨 牛仔骨洗干净给大家泡个澡 大约两小时这样才能充分的去血水 准备风水梨和苹果 削皮切成小块 如果有料理机就会比较方便 我只有这个小小的水果杯 眼前也可以打成泥 水果泥倒入泡好的牛仔骨里 放入洋葱泡大蒜姜片葱段 大约两勺生抽 这道菜最重要的就是韩式辣椒酱 韩式辣椒酱是甜辣味 对于我来说需要多放些才够味 认真的给牛仔骨按摩 盖上保鲜膜 放冰箱冷藏4小时以上 依旧是时间越长越入味 腌制好的牛仔骨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 牛仔骨剪成一块一块的 方便一火煎炖 热锅倒少量的油 牛仔骨依次很好煎一煎 两面都煎色后倒水 再把之前腌制的酱料倒入 我这么喜欢吃辣 肯定要多放两勺辣椒酱 放入一些螺丝椒和洋葱块一起炖一小时 一小时后 哇 这个香气啊 牛仔骨已经软辣 再放一些螺丝椒和葱花做点缀 稍微收汤汁就能出锅了 看着牛仔骨红润的色泽 一定吸收了辣椒酱的精华 忍不住加一块 给你们尝尝 可是你们吃不到呀 那我就替你们尝一尝 牛肉可以轻松的从骨头上剥落 还是骨头的一串筋 才是牛仔骨的精华 弹牙的口感 不敌的香气 但随着晚上的微风 不知尝哭了谁家的小孩 这绝对是目前为止 我做过最好吃的肉 比烤肉还要香一万倍 宅家的你不妨也试一试 如果觉得有点饿 那就一键三连 让我知道吧 我们下期视频见